这两天的行话题带您看到了连吞好几根KK棒的大陆股市 今天终于一吐怨气了 指数直逼3100点大关 中场收在3095点 涨幅高达1.78% 是临近的亚洲股市之冠 到底大陆股市在嗨什么呢 其实别忘了哦 A股明天就要正式加入MACI 当然今天要提前请贺大涨特涨 但是其实市场上资金就这么一套 当A股纳入到MACI权重被调升了 那么相对的就会拉低台股的比重 进而影响到外资买我们台股的意愿 可是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家长 金管会主委顾立雄却说不用怕 但是真的不用怕吗 我们先来看到A股入谋的效应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讨论 会不会影响到台北股市进入到空头市场呢 对此我们的金管会主委顾立雄表示说 其实我们台湾的基本面还是相当好的 所以钱就会回来 甚至提到了外资针对台股的持股比重 都还是维持在三成左右以上的水准 所以表现还是相对稳定 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真的不用担心资金排挤效应吗 其实我们来观察一下 就连MACI的本身呢 MACI名称的行政总裁费南迪斯 他也表示说未来MACI能够期望大步伐的纳入A股 就是表示说未来A股纳入到MACI只会越来越多 比重只会越来越大 另外也可以观察到根据其他的银行机构来研判的话 像是汇丰银行呢 他也表示说 现在呢 中国已经成为很多的国际投资者 不容忽视的巨大市场 大家都想要抢进来投资 甚至估计哦 如果未来的5到10年 他认为说A股将会吸引超过6000亿美元的资金 来流入到这个市场 那现在其实不只是国际资金 想要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 现在看到我们台湾企业 也是开始有一些西进潮开始涌现 除了前两天话题非常夯的 红海旗下工业复联FII 即将在A股上市之外呢 现在就连南桥昨天也被证实了 他们的子公司将会立拼6月送件 最快年底之前就要登陆到A股来进行上市 所以这一波资金转进到大陆市场 真的得要小心提防 也要持续再做观察 这一波资金转进行上市场